现在已经确定说 两名的使者都找到了米酵菌酸 可是我们后来问了一些专家 他们觉得非常恐怖是 你这两天刚刚讲的 你叶克莫也大了 你今天大量 你为了急救 你也大量的所谓的这个书役 可是没有想到 我做了这么多动作 你身上还可以验得出米酵菌酸 代表什么 你要不想吗 你要不就剧量 你要不就剧毒 搞不好这两个都有 剧量剧毒都有 好那你现在发生事情了以后 你李莽轩 你这个老板总要负责吗 因为找到周姓厨师 都讲什么 他说我们都没有 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备料 都是李莽轩 都是老板准备的 我们只是照做而已 然后这个李莽轩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现在一查 他原来欠了一品股债 原来他本来就生命狼藉 刚刚讲两千块的保险费 你不出 你连电话费 你也给人家欠奖 他已经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我身无分文 我破产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大家一开始讲说 会不会就是米酵菌酸 可是在他们解谱之前 大家讲说 因为过了那么多天 然后再加上医院急诊 然后救治在病房里面 其实做了很多的处置 恐怕也验不出来了 没想到 第一个先验出来了 协议中 果然有米酵菌酸 然后没有多久 第二个竟然在胃里面 还找到米酵菌酸 这代表什么样子 代表他们的量 到底是吃到多少 刚刚讲的 66岁的食者 你已经经过很多的治疗 刚刚讲 你的所谓的 洗肾剂 你也做了 你今天这个所谓的 你也做了 做了这个状况 你居然还可以 在胃里面 有米酵菌酸 所以大家知道说 这两个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剧毒 就是米酵菌酸 第二个是剧量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经过那么多的一个救治 竟然还找得到 那大家回头去想 你这家店 到底是有多可怕 现在检掉单位 做到现在的话 是李仿轩 当然有 胡姓厨师 他一直在喊冤 我只是来代班的啊 然后另外来讲 周姓厨师 他是原本的主厨 还有店长全部都限制 出境出外 可是回头来看 这李仿轩 非常非常的离奇啊 你看哦 他昨天去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呢 理都不理 双手在后面 你好像在巡店一样 但是今天呢 他找了一个大律师之后呢 哎 鞠躬 道歉 像不像是准备 要做SOP了 而且刚刚讲的 大家觉得最不合理的是 他现在有很多什么 你很多欠债 很多欠债 你还都透过法律 法律去追讨 你现在到了台北市政府 你也说你都没钱了 在你都没有钱的状况下 你居然找了一个王牌大律师 对 我就觉得说 他昨天在台北市政府 那个样子就是 双手一摊 人肉渐渐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但是呢 你回头看 他昨天带着律师 然后呢 今天这一个 真的是大律师 大律师出来之后呢 就知道 鞠躬 道歉 忏悔 你这东西 就是他一个标准的SOP 这一个人有多厉害 这个大律师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个富少 富少带着女朋友 然后看着大牛 Lamboy Gini 竟然去 那个 去炸那个 志强隧道 结果呢 打滑 为什么会打滑 因为他要耍帅 要拍影片 所以他把自动的东西 给关掉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竟然撞到了 人家那个清洁车 他的女朋友死掉了 然后呢 清洁人员也死掉 这是两条人命 这严不严重 严重 严重 然后呢 找了大律师 你知道多厉害吗 一审 逝离地方法院 因为你这是两条人命 用的是什么 妨害公众往来危险 致能于死 有期徒刑 两年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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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吧 对不对 对 两条人命 两年四个月 对 好 结果呢 大律师有多厉害 帮他上诉 打到什么样的情况 打到高院之后呢 高院直接 废除他的判决 然后呢 改成 大家看到废除判决会觉得说 两条人命怎么可能只两年四个月 变成一年两个月 减半 这就是专业 然后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个副哨呢 已经出来了 已经假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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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人命 你开了蓝宝金 你耍帅 耍帅了以后 你造成两条人命 造成两条人命 一年两个月 现在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是专业的律师 厉害的地方 因为原本是 妨害公共往来危险罪 这个比较重 那把它打成怎样 就是过失致人于死 你在那个地方 自强隧道 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每天就是经过自强隧道 难道这个没有 妨害到我们公众了吗 但是人家厉害就是厉害 改了法条 最后呢 一年 过失致死 对 过失致死 然后一年两个月 从妨害公众往来危险 致人于死 变成单纯的过失致人于死 对 然后呢 一年两个月的一个徒刑 结果呢 已经假释出来了 等一下 这个就是高手 李宝圈不是没钱吗 对 你昨天才跟我们讲说 他很多的法院 通过法院跟他要钱 要钱那个项目 有的根本就鸡毛胜皮 欠电话费 对 欠保费 欠那种几千块的钱 他也欠 这等于说 很多要求支付命令 你一个完全没有钱的人 然后你现在 电一个接着一个道 然后你可以请大律师 我们来看李宝圈 我们查出来之后呢 他在台中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各十四案 各十四案 其中都是这种支付命令 什么叫支付命令 你欠我钱 然后呢 我找人去跟你要 要不到我打支付命令 你知道吗 李宝圈他们这个 多神奇 你在支付命令里面 你知道他做生意 你是不是要租店面 你知道付租金 他租金也不给 支付命令 你做生意 要签电话线吧 电话线 也不给 也不给 支付命令 所以他等于开店 就是这样子 荒当当当当当 然后呢 很盛大 然后找商业同业工会过来 然后脸书发行销 找网红来 结果呢 全部都是做虚的 该给的钱都不给 你想想看 你怎么可能做生意 租金也要欠 然后呢行政费用 也要欠 然后呢电信费也要欠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生意 整个都给做出来 然后我们来讲说 他为什么可以进到这个 A13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当初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饶河街的画面 因为饶河夜市那个地方 我非常的熟悉 你不要说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店 那就是一个店 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 他希望说里面可以比较多做了 他把所有东西 煮饭啊 然后炒菜啊 都弄在哪里 都弄在骑楼 马路上面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店 所以当初来讲的话 他告诉大家说 我要进军百货公司 我要进去西医区百货公司的时候 其实同业都要讲说 你姐这单爱怎么可能 他多厉害 为什么他可以进去 你知道吗 他做生意就是很强 因为那个时候 远柏 疫情的关系 没有人要租 所以呢 他的租金是打折打折 再打折 他就是那个时候切进去 切进去之后呢 反正呢 他也不打算做长 因为如果租金恢复了 他就不要了 进去之后呢 他就开始怎么样 洗这个平价 为什么要洗平价呢 只要你来 然后上蝴蝶 五斤评价 我就给你蝴蝶 所以呢 他评价很高的情况之下呢 真的带了人流进来了 因为很多人 我如果去吃东西 我也会看这个评价 如果你超过4以上 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 就没想到4.6 4.6应该很高吧 可是他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你的评价很高是4.6 可是你底下的留言 都说很难吃 你为什么留言说很难吃 你的评价非常高 原来说 你来我这边打卡 你来我这边打卡 我就送你 送你这个茶啦 我送你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给我高的评分 对 他就是这样子洗流眼 可是你仔细看 每个状况都非常的问题 你看这个吃个东西来讲 干掉的饭力 微波太久 然后水杯也有抹布味道 这个东西来讲 水杯有抹布味道 对 炒到整盘焦焦 还可以上菜给客人 后面还有写 为什么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不换 我觉得我换的还是一样 这个东西最可怕的是 你看哦 肉 超难吃 没料又贵 饭还很硬 结果呢 他回什么 他也是很呛毒 没有骗到你 不好意思 他就承认了嘛 也没有道歉 人家说你超难吃 没料又贵 犯还很硬 他居然讲 没有骗到你 不好意思 对 因为他就说 你就是送沙爹 来来骗无心评价嘛 你看这个人做生意 到底是多么的嚣张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在饶河街 你说这个就是饭店吗 我觉得他就是搭啊 但是呢 他只要租金便宜 他就进去 所以现在来讲 原本也要被他质疑哦 你到底引进这些店 你到底有没有实际去查核 如果这种状况 你真的可以让他进去吗 如果有查核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状况 我们在这一段影片 邀请了这个独物专家 高大臣高医师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高医师你好 老师哥你好 我不是独物专家 我只是一个法医而已 没有那么厉害 只是说 我有去了解这个问题啊 因为 他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个 这个米肖 米肖浸酸 他的那个待期 半衰期 好像是四天 所以你吃到 你半衰期四天的时候 你七天来没死 你再拖 比这八岗也算 还有四分之 所以讲 你也是重不过是 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我们一纪然一验出来 他是米肖浸酸的话 那后面在重症 在医院的重症病人 这是五十五个 在验是不是也是米肖浸酸 重病的问题的话 如果是 那就决定是没有错 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污染 可能是污染所造 因为如果说 高医生 那现在你讲说 如果是污染 那大家就非常紧张 那污染的源到底在哪里 这个污染源 到底是硅压条 还是调味料 还是你准讲说 他有可能从外面 特别从中国 带什么东西来 然后把这个污染源 带到台湾来了 没有可能 因为 这个我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1936年 日本静岗县 有一家在做那个麻糬的工厂 里面有放那个阿 那个阿的那个工厂 他也是 他因为环境不清洁了 就有很多老鼠 老鼠的骚子 老鼠的尸体 他都在米粉底下 漆里米粉底下来 他也不在意 把那个淡掉一样 他也用米粉再来做 其实这些米粉的污染 只要一千多人 然后死了44个 后来他们去查 才发现 原来你得要太多 那里面 它也是一种 类似于这个米酵酸的 的一种细菌 所产生 就是一种野脂 所造成的一个毒物 所以就把它清干净以后 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我也是担心 会不会是因为 他这个店要关了 他要收拾 他就把那个 有的不都清洁的 把他看得清洁 结果没想到 他在看的过程当中 那个东西就是米酵酸 米酵酸 所要不要 落在这个 佐料还是什么 这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但是还好 我们只要小心 环境不要污染 脏外 这个大概可以克服 但是如果不是 它是从某个国家 或是某个地方 自己私自进口 私自拿这些东西 里面可能就是不小心 它就含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给大家 造成的问题的话 我想这个 事情比较大了 可能就没有办法清干净了 对 现在大家担心说 这个病毒以前 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 也没有造成过伤害 现在已经造成 两个人死亡 现在有这么多个重症 那它会变成台湾 它会在台湾留下来吗 我是这样 有这个自信 你如果清清 环境污染 应该不会 如果真的是 我们本身的问题的话 对 如果大陆 还是其他的国家 进来的东西 哇 那一大条 这个要小心 尤其他们 他们有特殊的降流 对 会不会在那个地方 有污染 所以北京都没有 它的特殊的东西 才造成问题 好可怜 那现在大家担心说 这个米肖就算也太毒了 他说全身凝血性 而且所有的肝症 完全没有霸治 这个它会这么快的发病 而且现在还有几个 也在病危当中 这个病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吗 没有 主要是它的毒性大 然后它的代谢又慢 我刚才讲 四天以后 才米肖症代谢一半 对啊 它的重物量就是很高 致命力 会致命力高 而且致命的量 才1mg而已 对 所以很容易你就中毒 啊你只要吃 你一米肖症多少 你只要一点而已 你如果吃五米肖症 你要代谢 你才几天 一半变2.5 还一半变1.25 你抢完也要10天 10天6天就衰竭 就卡住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错 例如说它是剂毒 所以没有办法那些 因为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疾病 到你快要死亡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DIC 就是全身凝血性 散播性凝血性 不良的一个血管性的一个疾病 这是A DIC 这个是每一个 剂毒 不管是剂毒 中毒 还是败血症 还是肝衰竭什么 所产生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好 这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是 从19 21 22 23 24 然后到现在 一直在增加当中 没错 可是只有20号没有 你没有办法解释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还有非常多疑点 尚待厘清 包括说像你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并发的这个时间 或是用餐的时间 从19号 21号 然后22号 然后一直往下 都每天都有 但是唯独就是20号没有 那20号来说 也有人吃的果条 也有人吃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20号就没有人发病 所以目前为止大家觉得 这个蛮奇怪的一个地方 再来就目前为止来说 有四个人被列为被告 有一个是 案发这个时间 他都不在国内的一个周姓厨师 就他回国之后 他也被列为被告 所以那到底是 那因为他这几天不在的时候 他是由另外一个人代班 胡姓的厨师代班 所以照理说如果他真的是 他又不在国内 那他为什么会被列为被告呢 所以现在就觉得 这好像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一个 不为人知的这个地方 大家完全 当然等待这个检调去厘清 你说现在 只确定一个是米酵菌酸 可是怎么进来的 还是个谜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嘛 因为这一次 昨天晚上 这个王碧胜他们证实说 这次是来自米酵菌酸 那米酵菌酸来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解剖的出来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国内其实没有米酵菌酸的 相关的样本嘛 他是说 刚好这个张机有 他把它拿过来 对 比对了之后 确定说这个是米酵菌酸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 他们一解剖之后 就发现到说 他全身就是这样 弥漫性血管内 凝血不全的这个毛病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吃到这个米酵菌酸的时候 他们攻击我们人体之后 我们人体会开始 发这个所谓 分泌大量的血小板 还有凝血的这个激素 然后让你血液凝固起来 但血液凝固太多的时候 保洁 这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我们讲过 恒文肌溶解症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他人体会自行 所以他讲说患者到院前 全部的器官都瘫痪了 对 因为他是全身 弥漫的这个所谓 恒文肌溶解症之后 所以他几乎是所有的器官 都是多重器官 并发衰竭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可能一解剖 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毒 然后再对比这个米酵菌酸 确定就是米酵菌酸 而且发病的时间 真的相当的快速 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有几个人还在重症 但是现在这几个人来说话 根据医院的说法是说 可能这个状况来说 并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个 所谓米酵菌酸 他没有办法医 没办法医的时候 现在只能用支持的疗法 支持疗法 让这几个病人 能够渡过难关 而且这个是 一波一波会来 那所以我们当然是期待 这几个人能够 尽快的脱离难关 这起食物中毒案当中 两名死者的体内 都已经验出了米酵菌酸 所以这可能 很多人听了会觉得 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会吃隔夜菜 但是专家就怀疑 配料当中的黑木耳 很有可能才是 造成中毒的元凶 如果你是保存不到 或是放在室温太久 泡在水里太久 都有可能会产生致命毒素 另外椰子制品 也被点名 很容易生成米酵菌酸 但是医生说 什么东西 其实都有可能 会产生米酵菌酸 重点在于 有没有符合它的 培养条件 因为它必须要有几个 特殊的菌种来共生 而且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 而且它必须要是 在中性的液体之下 才有可能产生 口感爽脆 黑木耳不管是凉拌 还是作为炒菜配料 常会在料理出现 柏林茶湿毒素 确定是米酵菌酸 来源除了果条之外 专家点名 木耳恐怕也是关键 黑木耳要处理之前 没有清洗 上面的菌 在浸泡的过程中间 加上湿热 所以它就增增 专家指出容易出问题的 不是新鲜木耳 而是干木耳 因为木耳都得先经过泡发 如果厨师在泡发 黑木耳之前没有清洗 或是长时间浸泡在常温水 就是细菌最适合生长环境 容易产生致命 米酵菌酸 食品行业者也说 干木耳泡发 本身就容易变质 最近柏林茶市风暴影响 有些顾客对木耳有疑虑 购买前也都会再次询问 椰子冰淇淋搭配椰子果肉 还有椰子炖奶 食材有鲜奶以及椰子汁 来到南洋餐厅 用椰子做的餐点非常多 除了木耳还有椰子制品 都被点名容易生成米酵菌酸 不过医师指出 和菜料理更得要特别小心 大杂要中华料理 这个就很吃亏了 那如果说单纯 我们一碗白饭放在那边 其实是不符合 他们的生长条件 医师点出 唐昌普博克获得 弑尔德士菌有许多菌种 其中就是椰毒病株会产生米酵菌酸 要培养出毒素也要有一定条件 除了要有其他菌种 像是洋葱博克获得逊等一起共生 还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才会产生 对其实不管什么食物都会有这个 可能会有这个菌酵附和高热高湿 然后有发酵的状态 所以复杂食物的一个复杂料理的处理 其实就要落实你没有吃完 或是说还没有出餐前就要落实冷冻 然后要出餐的时候就快速把它弄热 达到多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 不过看似几率小就怕防不胜防 东西姓黄天邀请 台北到 真的是防不胜防 原来这个米酵菌酸 是这么容易产生的毒素 所以不只是餐饮业者小心翼翼 还有很多婆婆妈妈 现在也会觉得蛮小心的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 食材只要放在冰箱里面就不会坏 事实上有一些餐厅都知道 他们每一天大概只能够卖四五份的 锅鸭条跟这个盒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东西保存不易 冷藏不能够超过三天 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 或是吃的时候发现 这个果条看起来变黄 摸起来也滑滑的 你可能要注意已经变直 大火不断拌炒 白胖胖的果体 阿西富满满酱汁 不过香汁也得碰运气 因为果条盒粉保存不易 台式餐厅每天只会准备四到五份 卖完就没了 盒粉真的不好保存 除非你有把握说你每天卖完 因为它的保存器械 我们冰冷藏的话 不会超过三天 国内验出米酵菌酸 风波延烧 餐厅各有保存SOP 湿式的米粉 盒粉 果条 一般都会跟市场交货 放冷藏不超过三天 还有干盒粉 不要泡超过四小时 立干分装 如果发现水变得粘稠 统统不OK 都得丢掉 基本上这些果条跟盒粉 都是凌晨线做的 厂商会在早上送来 如果厨房很忙 它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分装保存 在曝晒下半天的时间 它也容易变质 果条放超过三天 水分慢慢流失 不止口感变差 外观可能变黄 甚至摸起来滑滑的 都代表已经变质 而今年来东南亚料理 越来越多 来到传统市场 一连三家都是越是小吃 汤桃鲜美搭配九层塔 生菜满满一碗 吸引不少套客 店家也说盒粉 绝不放到第三天 过去米酵菌酸多次在中国大陆酿成严重的中毒事件 在印尼非洲都有过案例 如今就连台湾也验出米酵菌酸 不止采饮业者扫心意义 喜欢囤货的婆妈可别以为放在冰箱食物就不会坏 还是得多加注意以免吃出毛病 东森新闻要上任华玉婷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害怕 所以全台类似的米食业者生意都受到了牵连 像是新竹北浦老街的板条业者 他们就大探说 这几天的来客量少了三分之二 那即使你来到这里 大部分的人都会改点面或是改点米粉 另外位在桃园的越南合粉店 虽然有顾客说好吃就不会怕 但是店家也说生意受到影响 肥后Q弹的板条夹紧葱段豆芽和油葱酥 均匀拌入酱汁就能成盘 又或是摇进一大匙大骨高汤再来点香菜 曾经到新竹北浦老街必吃的传统客家板条料理 现在似乎受到保龄炒龟鸭条致命事件波及 被顾客列为拒绝名单 如果客人跳三分之二 但是它变得食材的话 基本上会变开板条 但是以北浦或西浦来讲 它指定都是板条 今天客人怎么都是吃米衣服 但是可能是刚好都是碰到巧合吧 部分来访顾客说不怕 但老街店家很有感 毕竟板条跟桂丫条 本来就被多数人列为同一种面体 业者也说板条必须冷藏或冷冻保存 一变质就会明显变色 而同样以客家板条文明的高雄美农 则是相对老神在在 因为在地老顾客都认为 店里板条限点限作相对安全 这些台北人做的办法 我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做 以前到现在就是说 先做就是先买 这样 先先最好 另外用米浆制成的河粉 也被列为桂丫条一家清 三种面体只差在米浆加入淀粉的比例 会在桃园的越南河粉店 买器也多少收到影响 这几天的生意怎么样 有没有差了一点 有差一点 应该没有每一间越南小吃都 会让人中分 好吃就会难 好吃就不会担心 但就怕一不小心 会再吃出人命 全台不管是桂丫条板条还是河粉业者 统统被保龄事件波及 毕竟这米酵酵酸真的太毒 多数消费者宁可少吃一点 也不愿把自己暴露在危机之中 当时计划孙宗仁 黄旗栋 萧宇志林凯荣总和报道 不只是买百货美食街的业绩掉了一半 其实现在只要有卖果条的业者 可能心里都已经有准备了 因为大家都会有一点害怕 所以各大的餐厅品牌 还有婚宴会馆 最近都掀起了一股 要把果条类产品给下架的风潮 像是有一道热门的艳客菜 你一定吃过 这是金银蒜珍海大虾 因为这个虾子下头 通常垫的都是板条底 现在有很多的婚宴会馆 想说既然大家都这么恐慌 那干脆换成冬粉底好了 另外瓦城集团更是宣布 旗下百货之内的门市 停售合粉类的餐点 不过他们也说这是因应百货指示 拨满蒜头的大虾 最后淋上滚烫热油 就可以装盘出菜 这道是热门的艳客菜 金银蒜珍海大虾 以往常见板条底 但因为近期果条食安风波 许多餐厅紧急更换菜色 宝银的事件 我们为了怕引起消费者的疑虑 所以我们就主动更换成冬粉 本来是有在卖甘草牛盒 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售 不只华国饭店婚宴会馆 隔来天样更表示 在查明毒物调查情况之前 全面停用和硅压条类似产品 全部主动联系客人换菜 原版A13内的泰式餐厅 月月同样停卖核粉类产品 而台中卫生局鸡查 台中大圆版也发现 非常泰塔加泰式料理 同样停卖核粉类产品 对此瓦城集团就表示 是部分分店配合百货公司 要求暂停贩售 原版也证实 就是在保龄事件后 已经要求全台百货门室内的 餐营业者不要使用 果条和粉类商品 同一集团的SOGO 也同样动作 表示餐厅不会提供 果条相关的餐点料理 泰式餐厅水上米 则把泰式炒核粉 改成打泡猪肉炒泡面 不得不谨慎 毕竟吃完果条相关制品后 身体不适的个案又增加 来自彰化的医生就说 他到园林这间素食面摊 吃龟啊屌 回家就出现胃 全身不舒服的症状 通报后卫生局紧急到现场采样 不过业者喊冤 国条运还在烧 餐盒同业工会提出建议 团山业者应该也要跟进 改用其他米制品替代 避免家长疑虑 董森新闻送中一组合 保龄茶室出了这么大的包 李仿轩面对赔偿 他说自己负债也没钱买意外钱 甚至还欠了不少薪水 不少债主都在上门讨钱 他狂害没钱 却有钱委任王牌大律师 保龄茶室创办人李仿轩 29号下午到北检复训 结束后在律师陪同下现身 实案风波爆发后 李仿轩在汉市府的会议中 声称自己负债 但他真的没钱吗 看看他请来的这位律师 来头可不小 但是我们必须去否认这个金额 而我们这个金额部分 有去签这个保密协定 所以说金额部分我不便多谈 刘尚明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硕士 也是台大管理学院硕士 经守过许多重大案件 例如花旗银行与华侨银行并购案 力霸集团掏控案 还有各种大公司经营权纠纷 很抱歉对不起 要加 六年前新陵海集团副哨飙车撞死人 就是找他打官司 百万订阅网红黄阿玛 先前杠上合作厂商时也找他 其他律师透露 类似重大案件以刘尚明的资历 进行到检察官征结 就要花二十万 比一般行情价整整多出一倍 李仿轩请得起王牌大律师 面对餐点出包害命 却赔不出来 不只债主狂上门 离职员工也讨不到薪水 那是我的钱 之前费没给 大概是两三万而已吧 李仿轩甚至连意外险也付不出来 谈到各种赔偿就是两手一谈 我没钱 却有钱杂钱请王牌大律师 叫受害者家属怎么接受 东森新闻林云全 蔡允山在台北采访报道 红锡菇炒香加入果条和独门酱料 这是餐厅的料理教学影片 配料相当丰富 但先前台北市卫生局却说 这份炒果条里面 只有果条 红锡菇 高丽菜和酱油 和顾客吃到的不太一样 食材一多 细菌产生的可能性 是不是也跟着提高 很多这木耳发酵不完全的时候 的确有可能沾染到 米酵菌酸这个毒物 然后还有这个果条 但是冰的位置 是不是就放在椰子附近 或椰子肉 椰子粉附近 这个就有很大的风险 即使炒果条里面没有添加椰子 但整间餐厅贩售不少椰子类产品 一旦真的米酵菌酸产生时 厨房内的食材恐怕都逃不过 况且也难以肯定 厨师在炒果条前手摸了什么 这个一定是来自于一种保存不当的 茶班的人冻链跟冰箱其实都很OK 那你不要乱塞啦 你塞满了就会有局部升温到超过22度 让它可以产生毒素的这个境界 就目前看来 米酵菌酸产生条件相对困难 怎么这么刚好会在暴龄出现 不论是容易产生米酵菌酸的果条 木耳 椰子 还是其他的食材 红锡菇 高丽菜 只要暴露在同个污染环境 那么都较难幸免 医师提到 购买椰子 玉米 米制品 正确冰存 且不要存放过久 那么也不会产生这些诱毒物质 较能吃得安心 东森新闻 陈云祥 苏一欢 台北报道 毕竟这是台湾的首例 那么食安风暴持续延烧 造成各界哗然 所以今天下午卫生局就特别到 云白的A13 针对美食街的19间餐厅鸡查 这就是担心说 他们当时的保存跟发酵 还有卫生环境是不是大有问题 最近状况连线记者温友莲 好 除了没有错 今天下午卫生局会同的消保官 来到信义A13美食街 这边来大规模做鸡查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针对美食街19间的 餐厅业者来这边做检查 包含像是环境以及食材 还有他们公司营业的登记 那卫生局也提到说了 这19家的餐厅是不包含 美食街这边的保龄餐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这几天其实都已经有来 餐厅这边来看过了 也将相关的食材都已经带回去送检 而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呢 保龄餐厅里面也有监视器 卫生局也提到说 目前相关单位已经调阅出来 但是侦查不公开 所以结果为何还要再等待 而今天呢 这个工卫专家何美香 他在节目上面也有说到 如果说这个保龄的食安风暴 真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食物上面呢 那么毒素很有可能 就还遗留在餐厅里面 对此呢今天卫生局来这边 美食街做鸡查 那么相关的食材也都已经带回去 检验如何 我们后续还会再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 再将时间交还棚内 问题持续来关注的是 保龄茶室的中毒案件 造成两死五命危 大家都想要等一个答案跟道歉 负责人李仿轩 今天在北检应讯 就在刚刚鞠躬道歉 在这边呢 这个借责先跟大家资一个歉 造成大家的慌张 真的不好意思 然后另外跟大家报告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 有些人会提到赔偿 有些人会提到责任 有些人提到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早日能够厘清这个案件 到底发生的这个真相为何 那如果说大家提到相关的责任的话 那我们先看这个案件的结果怎么样 那后续的责任的厘清的这个判断 等到后续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今天大概是先这样 谢谢各位辛苦 好 新闻看到这边大家想问 那真的赔得出钱吗 尤其保龄茶室的公共意外责任险 跟产品的责任险 都因为没有续保而失效 不过今天台北市长蒋婉婉表示 今天约谈了原百国泰产险 在市府要求下达成结论 最后是能赔吗 来看叶婷的报道 保龄茶室的食安风暴是持续延烧 许多的外食族都相当的忧心 而今天下午台北市长蒋婉婉 也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对外说明今天台北市 在新增一起案例 是一共是来到了14例 不过是并没有新增重症的案例 只是关于责任保险理赔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今天也约谈了 原百以及国泰也做出了最新的结论 马上带你来听 我们今天也约谈原百 以及保险公司国泰产险 那在我们的要求之下 达成了共同的结论 A13的保陵事件 有包含在原百的保单理赔范围之内 第四 我们所掌握的91笔消费记录 目前也都已经上传 已经跟国泰产险 还有远东百货公司达成一个确认 就是说这一次A13保陵餐饮的经营行为 有在远东保货公司跟国泰产检主办的责任保险的城堡范围内 也就是说如果确定这一次的事件是因为A13的保陵餐饮所引起 那受害者的赔偿都可以透过保险这边来取得理赔 大家不用担心 那法务局这边也会即刻协助团送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让每一位受难者取得必要的法律咨询的协助 另外台北市政府也针对食品业者并没有如实的通报分店 以及并没有完成相关的一个责任产品险的部分 是一共开罚了250万元 以上是最新消息的新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24号新北市的通报就是在一个共同平台上面 他当这个案子开案然后通报中央 同时台北市也知道这个讯息 保陵茶室实案风暴 民进党直指北市府通报系统慢半拍 台北市长蒋万安还原时间序 是后来到25号26号才有这个医院进县通报 在这个平台其实我们和中央一样都是获知这样的讯息 那也即刻的采取现场的机场 新北第一起案例24号即刻通报中央与北市 蒋万强调一切按照程序 在26号他们才能够确定是依照中央的标准 认定是书中 24号当前去机查 第二任再去机查 同时要求感染确实即刻的相关作为 那也符合中央他们所认定的标准 但被民进党批评的 还有北市府错任保陵供应商 红旗食品行恐怕造成业者声誉大受打击 所以昨天局长其实说的很清楚 他不是直接供应商 没有说他直接供应商 是中盘商 但保陵食安风暴持续延烧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此时跳出来酸溜溜的说 其实从那个虐童案你知道到这个实案的案子 其实还是要认真工作 有反应大概是螺丝锁紧一点 我们面对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米肖浚酸的食物中毒 胜任团队绝不松懈持续转动 我们工作也不分实地 会持续做事 继续努力 真相一日没厘清 民众恐慌 就一日难消 政治口水恐怕也不是民众乐见 东森新闻李军叶婷在台北重岛